1 2 3 早安各位 躁鬱症啊 早安各位我是OSRN阿信 上一個影片是我搶宿舍失敗 所以這個影片就是我要來開箱 我辦出來的新宿舍長什麼樣子 我們從外面的環境開始吧 GO 我住的房子就是前面紅色那一棟 然後房子前面就有停機車的地方 旁邊還有一個果園 哇這裡景色很漂亮 然後在那個方向那邊 就是東華大學大概騎腳踏車一分鐘就可以到 接著我們就上樓去看吧 這裡要有一個那個 B 我們的房間是在三樓 我們房間就在這邊 然後我們位置很好就是 房間旁邊有的飲水機 像你們看 前面那邊超遠的 我們來看宿舍 那個是 暫時住在我們這邊的室友 嗨 好 從哪裡介紹咧 那我們就繞一圈介紹吧 首先是這個 我買的全身鏡 在東華這邊畢業的學長姐啊 很多東西都這樣賣掉 就賣很便宜 這個我才買250而已 超便宜 這裡有我的蟲蟲 他叫做鹿角 鹿角 對焦到了 有沒有很可愛吧 他蟲就吃蟲蟲果凍就好了 蟲蟲果凍 他們就會愛上你了 很濃郁喔 吃吧來一口 再來是這一格喔 深刻一定要有酒精啊 隨時隨地都要消毒 不能有任何的細菌 台燈 喔跟大家介紹我的燈啊 我拍影片也靠台燈 都市裡用台燈都靠他 我的剪影片 然後雙螢幕 比電腦再配螢幕 這樣我才能剪 因為這個13吋真的沒辦法剪 他的這個 出桌不錯耶 有點亂 我在下面這裡可以放一台電腦 上面這裡也可以放電腦 有計畫學有沒有看到 最近都在抵他 洗衣服區 點什麼 房東超好的 還有給我們冰箱 冰箱要開箱嗎 Oreo 蜜芥 養樂多 巧克力 接下來 看我室友在幹嘛 呦 請問這是什麼影片 OSI 那是阿信的影片 超優質的 我最喜歡的 大家快點去看喔 那麼優質的影片 房東給我們的一個廚櫃喔 可以放零食的 然後給他拿來 主要放 餐具 還有我室友 這是做一個 不知所云的兔子 醜的話留言說 醜死 花蓮這裡很潮濕齁 都要買一個這個 客潮嶺喔 我們來看一下陽台 主要就可以拿來 曬衣服 給大家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 不要太羨慕啊 這就是花蓮了 哇塞 真的好像蠻漂亮的 我平常沒有這樣認真看過 有一個農夫在噴水 有一個農夫在噴水 好 他的廁所空間小而巧 首先是他的洗手台 我給他換一個母庫的東西 可以這樣變換 這是我自己換的 地板很乾淨啊 這是看起來黃黃的 因為這裡已經算有一段時間的宿舍了 接著這一塊早午以後會放三層櫃 這是我的腳架 這一隻喔 CP值超高 好像才2000塊 好就放旁邊 接著這是衣櫃 好我們來看 衣櫃 我的衣櫃 喔不行太恐怖了 謝謝 不要看 衣櫃會生氣嗎 衣櫃很乾淨的 好我們看 衣櫃很乾淨的 不要 看一下這個櫃子我放什麼 有一個羽球鞋 還沒有穿過的羽球鞋 我有打算要打了 對啊我以前可是羽球的那個 不是隊長 卡住 算了卡住不介紹 來跟大家介紹 這裡要正常跟大家介紹 好這個墊子不是普通的墊子喔 它是什麼呢 它叫做龜藻土 大滿足喔有沒有 乾燥 它這個消臭 釋放腹 好接著我們來看床喔 首先 看到這個 床一定要先介紹這兩隻 首先這一隻是我高一的聖誕節交換禮物換到的 接下來這一隻小鴨是 大學的時候去五味烏霾的 它有名字喔 因為它摸起來很硬很難摸 叫做硬的那麼難摸 簡稱為小硬 接著我們看這一層叫什麼 首先呢 我最近 讀得很吃力的一本書叫 被討厭的有氣 很推薦大家去看 好 接下來看這一本 更艱難的書了 它叫做 角落生物的生活 它介紹了11種角落生物 它的生活習性 跟大家介紹我最喜歡的角色 叫做企鵝 這個企鵝 它對自己是不是企鵝沒有太大的把握 它以為自己是河童 推薦大家這一本 讀完被討厭的勇氣之後 有餘力再看 這一個床是我的床 這個是別人的床 好沒什麼了 那個可以放在床上讀書喔 是一個耍廢桌 然後這些箱子以後會輕點變成三層櫃吧 OK以上就是我開箱的新宿舍的樣子 住進來才發現 好險當初沒有搶到行雲 因為我聽說行雲它很小 它好像坐著那個椅子稍微往後 就可以撞到另外一個人 所以搶到這裡還算是 賽翁絲馬燕之飛斧 OK 那影片結束囉 掰掰